曾经是台湾备受瞩目的前例左头,张家豪在1998年结束三年终植生涯,返回澳洲的宜居的重新出发,现在是黄金海岸重镇不宜私本的水产大亨,年营业额达新台币2亿元,他说当年不想待在父亲投资的高球链骑场当检球员,刚好来自台南的邻居很会养食木鱼与虾产,就决定跟他到养虾场学习。 才逐渐累积出今天的局面,张家豪中在新农时期报系资料照分享。张家豪在大学时期因全家移民澳洲中断学业与棒球路,一度加入澳洲半职业队,却因无法忘情台湾棒球。 1996年加入中职新农牛队,即中气投从打,直到1998年又吞下球员球医。 当时张家豪唯一的推路只有澳洲,在邻居帮忙指导下接触水产事业,进而自己出来开虾场海产店。 前后花了八年时间,很快累积财富。 之后他把眼光瞄准市场广大的中国大陆,想去投资连锁餐厅,引进中央厨房的系统。 当时把生活重心转往大陆,寻找适合场地。 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地的政商关系,看似顺遂的转职人生,却在大陆栽了大跟斗,赔掉几百万美元的积蓄,顿时重叠谷底。 他说一戏之间什么都没了,包括财产与朋友,如果是一般人,恐怕早就无法承受,但打棒球的抗压精力给了自己很大的支撑力量,身边半年后重新再出发。 移民澳洲布里斯本的张家豪,已成为当地的水产大亨,托张家豪提供分享。 他再度把重新移回澳洲,近十年专心经营水产事业,成功打拼出一片天,不仅拥有海产店,几家餐厅,还与大陆方面有水产进出口的贸易。 近年因应大陆的移民潮,他把经手带起的餐厅,农场,牧场转给大陆移民,也仲介度假打工安排,到黄金海岸的大陆旅行团都会到他的餐厅光顾。 他自前不是水产大亨,但也自豪地说,只要在黄金海岸的旅行业或是餐饮业界提起Jackie,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。 他聊起熟悉的棒球,张家豪曾于2002年指导游移民台湾人,与留学生组成的台湾人专属棒球队,在比赛中达出耀眼成绩,还登上当地媒体版面。 如今45岁的他不再眷恋棒球,但只要有中华队前往一训比赛,都会做东招待大家。 移民澳洲布里斯本的张家豪,投入水产事业,打拼出一片天图张家豪提供分享。 在事业上轨道后,几乎过着令人羡慕的悠闲生活。 他说平常就是打电话确认该送的货是否送达,偶尔会到店走走,和老客人聊天,通常是下午三点就可以回家陪孩子。 当年在大陆赔掉一生积蓄,唯一赚到的是一,个老婆,在混的他,现有一对年幼儿女,他可是很称职的奶爸,会帮忙带孩子,晚上哄睡觉。 他说现在就是稳住现有的局面,跟着大陆的贸易趋势走,未来可能会带孩子回台湾学中文。 张家豪,后排右三,曾指导过游在澳洲的台湾人组成棒球队,同张家豪提供分享。